不过才一开学,高雄市的民族国小就传出流感的群聚感染 有三个班级的小医新生因此停课 为了防堵疫情扩大,学生在进校门前都要量体温 上课时也要戴口罩、勤洗手 所幸目前请假的学生有减少的趋势 显示疫情已经获得控制 预计下周一恢复上课 下课休息时间,学生还是戴着口罩在走廊上走动 有的还到洗手台用肥皂洗手 因为开学迎信活动后,有学生感染流感,请假没有上课 学校发现情况不对,就让三个班级的小医新生先行停课 从上个礼拜五的开学典礼之后 到星期一早上,我们发现一年级有好多新生请假 所以我们从礼拜二开始,这三个班级就停课 那其他班级照常上课 停课的班级教室空荡荡 其他班级的学生也有不少空位 可能是担心被感染没有来上学 学校除了要求学生戴口罩请洗手之外 老师们还不时用漂白水擦拭桌椅 学生到学校上课前也要量体温 学校虽然有流感疫情群聚,但还不到停课标准 不过由于是小医新生感染流感 为安全起见,学校和家长沟通之后,还是以停课来应应 至于周一复课后,学校也做好补课规划 会看老师的课程来做安排 有可能会利用早自修 有可能利用午休的时间 或是其他下午没课的时间 这个都会在我们的补课计划里面 来做安排 流感最重要,在家自主管理三到五天 这样子去看医生多喝水 他的症状会减轻就会好 千万不要带来上学 校方研判,严新活动在密闭空间举办 可能因此传染流感 紧急以停课处理 再加上各项措施隔绝传染源 并且呼吁落实生病不上课,不上班原则 记者黄俊怀,内昌邦,高雄报道